昨晚又失眠了 今天真难熬 你是否也焦虑相同问题 在台湾每五人就有一人失眠 哈佛医师徐瑞云 与神经内科郑仙安医师 教你不用药物 透过中西医观念 与古典正念瑜伽 放松身心 深层入眠 线上课程 现实早鸟优惠中 好好好学校 年终感谢记 再打巴巴折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了解详情 享受安稳睡眠 妈爹讲故事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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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伟多啊 我是华爸 又到了我们的故事时间 也感谢你收听我们的频道 那么除了podcast 你可以来妈爹讲故事的app呢 收听更多更多 我们给你准备的精彩故事 是每天更新 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故事 就叫做 我爱新玩具 嘿嘿 这也是大吉项与小珠宝系列的 其中一本书 作者呢 是美国的莫威勒 翻译王新宇 这套书呢 是由格林文化出品 好吧来给你讲啊 我爱新玩具 灰色的大吉项 远远地看见粉色的小珠宝 抱着什么东西 小珠宝 你在干什么呀 你看 我的新玩具 小珠宝拿出一个圆圆的蛋 这个蛋上面呢 还有四根天线 嘿嘿 我爱我的新玩具 那 这个玩具 怎么玩才好啊 呃 这个 我也不知道 那 会不会 是个沙包啊 我可是丢沙包的高手哦 来 那你拿去玩玩看吧 好啊 真赞 大吉项 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使劲往上一人 噓 噓 哎 好高哦 你真厉害 嘿嘿嘿 小意思啊 呃 你看 它掉下来了 啪啦 嗯 那个圆圆的蛋 摔成了左右两半 呃 呃 我把你的玩具摔坏了 你把我的玩具摔坏了 我的新玩具 气死我了 我的心要碎了 我很生气 又伤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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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吗 对不起 非常非常非常对不起 我才不管啊 我的新玩具坏了 都怪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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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来了一只小松鼠 嘿嘿嘿嘿 好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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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伸手 把摔成两半的蛋 捡起来了 你们有一个 组合玩具蛋耶 咖啪 哎 他把摔成两半的蛋 装在一起了 就像从来没有摔坏过一样 嘿嘿 真有趣 他把蛋交给了粉色的小珠宝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你们慢慢玩啊 再见 呃 小珠宝 拿起那个蛋 用力一掰 咔巴 分开了 然后再用力一装 咔哒 装上了 哦 呃 原来 这个玩具 是这么玩的呀 它本来就是 两半的呀 再看灰色的大吉象 鼻子抬起来了 眼睛瞪着小珠宝 嘴角也撇下来了 小珠宝 小珠宝脸红了 他举起玩具 对大吉象说 嘿嘿嘿 你要不要玩我的玩具啊 我的新玩具 不要 你不想玩我的新玩具啊 我才不玩你的新玩具呢 嗯 我要跟你玩 好朋友在一起 比玩具更好玩 真的吗 对 你是个玩具蛋 你才是呢 你是个玩具蛋 你才是呢 你是个玩具蛋 你才是呢 好了 小耳朵啊 今天的故事啊 华爸给你讲完了 好听吗 嗯 小珠宝跟大吉象呢 还真有意思 那么 你最近 有没有什么新玩具啊 来留言底下 跟华爸介绍一下吧 我们留言里见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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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